瑞瑞分住所24号的中午左右 传出了枪响 一名罗姓远警被同仁发现 头部遭枪疾倒卧在宿舍的床上 伤众昏迷 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但仍然伤众不治 同事表示单身的罗姓远警 平常出勤正常 和同仁相处也相当的愉快 24号领枪出勤的时候 还跟同仁有说有笑 也察觉不出异样 不料却发生了这样的憾事 同仁们都难以置信 尤其是花林县警察局 在随后的25号 才要进行交接局长的仪式 远警与消防队员 合力将头部中枪的罗姓远警 用单架推上救护车 火诉讼玉璃农民医院救治 今天中午1点多左右 瑞水分住所宿舍传出了枪响 一名罗姓远警被同仁发现 头部中枪 倒握在床上一时昏迷 立即将他送医急救 不过由于头部受到严重枪击 经过急救后仍伤众不治 85年次的罗姓远警 到瑞水分住所服务不到半年 同事表示单身的他 平日出勤正常 个性开朗 也和同事相处愉快 而即将在下周一 转调台东服务的罗姓远警 今天领枪出勤时 还跟同事有说有笑 并未有任何的异样 谁知道一个转身 就发生这样的憾事 令同袍也都难以置信 记者是越南瑞水财宝报道